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 更多的了解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衣食住行都跟别人一样 我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因为快60岁的 我一直是呆身 没结婚 年轻数小时发现 也可以是挑点 玩这数大 你可能想挖 找你也不合体 就因为我呆身 所以我承受了 太多的别人的费疑 从背后的指指点点 发展到当我面前的戏落 也剩你 我也说过他们 我说隔音过隔音里 你们有还有哪里过 我没有带你过也挺好 眼不见戏目烦 久而久之 我变得不愿意 跟俗人见面 亲眼朋友也很少走动 大家都说我是太挑逼 可我真的不愿意 找一个至于不习惯的人 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 我想属于我的信物 知识迟到不畏缺疑 我吃脚不能让他喝酒 我就这么想了 我只是一定拼得 赵尾边对得还得好一点 因为我另一半 我找个堆信人了 我就一定对得好 那有人给你介绍过吗 我头晒 让人有 有 但是我一个有看 一个也看不上 那介绍的都是哪儿的人呢 就是一个人 他们里面没有人 所有邻居 那你是 看不上他们什么 哪一点 看不上什么你玩 你 比如说邻居啥的 这离婚率太多了 我一个我这人闹 打打不骂骂我就被搞了 搞成这样走那不 我一个就不搞了 你是 你是因为看不上这些人 所以说才没有走进婚姻 还是说因为恐惧婚姻里边的 这些问题觉得沟通不了才不去 就这些事咱们怎么回这么了 我这一老是不会说什么 没有什么要 长相啊 还是什么学识啊 或者跟你有共同语言呢 有没有这样的 共同语言差不多 长相一百年 学识什么的 但是我也不花一些钱 你一钱我还这么说 比如说财经 就是这方面 你有多少钱我也不要 你有多少楼我也不要 你就拿你工厂杂杂胜胜费 我还这么说我也要生活呗 咱俩就这么做生活 我可接纳 我之前我对合计 就是说一辈子没找 他肯定是挑人家长相 你一定得要长得帅的 对 长相 有这要求啊 对 得长相受验 还真是 我就说你说你这么多年来 一直不找 但是有点什么状况 你说你不结婚你害怕 你不出对象这事就不正常 都看不上 因为长得不帅 那这个长得行不 他咋还行 哎呀 哇天哪 他咋还行 这会儿 首先第一个长得也行 个长得也行 年轻一下心高呗 他又不心高能等着是不是 来 咱连线一下密室 外表就是一般就行 因为我们走到这个年龄段了 也不挑那些外表 挑一个真心的 那是想要找一个你更爱他的 还是他更爱你的呢 互相相爱 相爱 平等的 对 这个男嘉宾挺好的 我信就是想要好好过日子 也得没有 这个是我们刚才上来的 这个二号女嘉宾 你是希望未来找一个 这个人能更爱你的 还是你更爱他一点的 不爱他 会过日子就行 我只要 不让他困难 他真心爱我 各手心里我怕他吓了 还有我最后都怕他化了 阿姨这个我们男嘉宾说的描述的这种爱情的状态 这种陪伴的状态是你想要的吗 是 那你可以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 对啊 我觉得他俩不那么大配 你从侧面了解一下 你从侧面了解一下 男女嘉宾第二场约会已经基本高一段落 今天来要进入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一 再找另一半看中对方哪一点 二 再婚会登记吗 三 介意对方年龄差距大吗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会放一起花吗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六 介意异地恋吗 来 男嘉宾选一道问题问女方 我选第一了 一 再找另一半最看中对方哪一点 二号先回答 不抽烟 不打麻将 不抽烟 不打麻将 说完了 好 不抽烟 不打麻将 不打 不打 就喝点小酒 刚好你能玩的 可以 好的 来 三号女嘉宾 也就是不抽烟 不喝酒 也就是不抽烟 不喝酒 咱们二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再婚会登记吗 可以登记 三号女嘉宾选一个 六 介意异地恋吗 介意 她的这个回答不影响你的选择 不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三号有可能转身 咱男嘉宾您好好想想 来 我把这朵玫瑰花交到您手上 一会儿您要是喜欢哪一位 可以转过身跟她表白 来 三位 贝贝贝贝正好 心动倒计时 三 她的血压能基本上不错吧 走路是挺轻人的 而且身体比较均匀的 还挺好 住位 你住 你住位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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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位吧 谁当个历史 请坐 二 她要跟你牵手你了 我先吗 先呗 那您给我们女嘉宾打个分吧 一百分 你让您给她打个分吧 一百 都看不上 因为长得不帅 那这个长得行不 她长得行 她真心爱我 哥首先我怕她吓了 还有我都有都怕她坏了 这个说真的行吗 一 请选择